哈囉大家請那我們今天來玩這款遊戲啊 是我們的之前的骰子戰爭的進化版 那這個不是什麼抄襲遊戲 是他們同公司的遊戲哦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這邊 大家都熟悉了那些骰子 變成我們這個骰子小人 那這個是一個全新概念一款遊戲 再給來玩給大家看 就會知道這款遊戲跟我們骰子戰爭 又是不同的一個玩法了 不過就是把大家一起就是 熟悉的一些角色拿出來用 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嘗試哦 那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現在是凌晨了2點多 所以哲平講話就不會那麼的嗨 這樣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也可以加哲平的好友哦 因為這遊戲的話有2v2跟1v1的東西 那2v2的話是兩個人跟兩個人對戰 所以是真的跟玩家在對戰 然後你打贏的話才可以拿到我們 就是那個類似我們協議的這個鑰匙哦 那鑰匙的話基本上一天能夠拿400個 那400個的話就代表一天可以抽10個這個寶箱哦 就是跟我們那個 骰子戰爭一樣就是協同刷一刷 然後去開寶箱就可以拆到 正多我們這個骰子角色 好那這款遊戲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有玩過骰子戰爭的話 應該就對這些骰子都 不會那麼的陌生哦 那這些骰子的話 基本上都有他們一些能力 那玩法的話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別哦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剛剛有插到一個這個光骰子哦 那今天我覺得他裡面的話 就是效果的話 跟我們一開始玩的就是那個 骰子戰爭裡面的一些骰子的效果 應該都是大同小異的哦 那大家還是可以再看一下裡面一些能力部分 因為這款遊戲說真的 他的那個 配置啊 跟就是別人就是一起對打那方面的話 東西哦 又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去講究一些東西 那單打的部分的話 哲平是覺得就是還算是蠻可以打的 但是你要打2v2的話 待會會非常非常非常困難哦 所以我們就先打一場單打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這遊戲的那個 進展過程跟玩的一些方法哦 那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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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v1 快速配對哦 那這個一樣是可以跟別人就是 自己朋友一些對戰 或是去跟其他就是有玩這個遊戲的玩家對戰的哦 那這遊戲基本上大家會看到就是 哎好像記熟悉好像就有點陌生的感覺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就是這個板子 那一樣是照照我們這些的這個骰子 那上面這個藍條到一條的時候呢 你就會把你的小兵這樣放出去 那這些小兵的話就是針對我們下面這個 骰子的地方做一波就是搭配配置哦 那旁邊的話這邊的話就是 你可以就是買骰子就是會更多的這個骰子出現 那你每一個這個骰子就會帶走一個冰種這樣子的概念哦 那你把他升級變成二階的這個冰種的話 那他就可以就是有更多這個小兵出現 那你的目標就是要把對面這個塔給打爆 那把對面的塔給打掉的之前呢 就是他打到一定血量的時候 他會戰生一隻就是那個比較大隻那個暴力的機器人哦 那有點類似我們塔房的一個那個 呃守門員的角色 所以你必須就是要來就是 要動一下腦袋 你必須要怎麼樣去升啊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的話 我現在一開始就是在繼續升我們這個SP 所以我這個美這個藍條 每經過一次這個黃色小點的時候 都會加那一點點的那個就是SP的量 那我就可以造更多的東西出來啊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 來就是造我們的冰 然後用我們的冰去打他 那目前來說 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以 用那個骰子戰爭的那個 觀念來玩這個遊戲的話 應該還算是不錯 比如說 藍色這個的話就是有點緩速的 那個冰凍的這個小小角色 所以對面的話會被你緩速或是冰凍 那一開始的話我們這個 旋風啊 這個風屬性的這個 角色很好用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它拿來當一個就是遠距離的射手 所以像哲平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是會優先先提高我們這個 遠距離射手這個風骰子的這個能力這樣子 基本上我都是用風骰子 那這邊我有幾個這個治癒骰子 那他在場上的話就會變成這個治癒的這個骰子冰 哦就是這種比較特別的一個玩法 我覺得跟骰子戰爭有點就是 很莫名的不一樣的那種玩法 然後也是非常有趣的 要就是類似這種塔房的遊戲 我覺得再加上大家 如果本身就很喜歡骰子戰爭的這些小東西的話呢 我是覺得真的很有趣哦 就算是他們111公司又 弄了一款就是很特別的對戰遊戲 我覺得111%這個公司 真的超級會做就是這種就是PVP的遊戲 就是每一個都做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哦 那像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如果你有玩過骰子戰爭的朋友們的話 來玩的話基本上會更有那種感覺哦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繼續來升一下我們錢包 然後這個可能就是要看大家會覺得就是 先升我們骰子的星級會比較厲害 還是先升我們下面骰子的感覺哦 那待會打到他的血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有那個就是一個機械兵出來 那他對面有那個就是一直丟骰子出來的那個東西 就是代表他有一個骰子兵好不好 那只是我們這邊的骰子兵的話 都是比較陽春版本的 哎他那個骰子兵蠻痛的 他是不是故意用這個 土石流攻勢在打我 這遊戲說真的其實每一種打法 跟每一種就是流派都不一樣哎 像他現在剛剛用的那個感覺就是我們土石流流派 有沒有一直在打我們的小兵 那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四星的這個風骰子 風弓箭手了 應該是可以先來存一波費用 然後來升級一下我們這個風弓箭手 然後再存錢這樣子 我們先把風弓箭手升高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風弓箭手這種輸出角色哦 對不對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現在可以就是 再努力的把我們一些就是 大坦克給他弄出來之類的 弄幾隻大坦克在我們前排 所以我後來覺得就是這遊戲的那個就是 角色站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比如說大坦克如果他先走出去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的發展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這個地方他出現的是這個 走會的這個機器人 他就會先下來把我們一排的那個兵 全部血量都降低很多 然後我們就是變成要 重新造兵 這就很關鍵啦 就看大家要怎麼去就是 防守跟進攻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 你不要看他好像很簡單就是這樣 只是在點這個骰子 其實他真的就是每一個那個搭配啊 比如說像我們之後會有什麼 光骰子啊或是太陽骰子啊 或是什麼一些殺手骰子 或是槍骰子那些的東西 都真的有他就是一定的 要用的一個風格這樣子哦 所以基本上接下來的話就是比較 高的那種傳說骰子一定會越來越厲害 那我們就是盡可能每天都努力去打一下 2v2然後 去拿到我們的獎盃啊 但是那個2v2 真的是世界無敵爆炸難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一開始如果要打的話 可以先從1v1開始 因為你打1v1的時候 他就可以讓你就是升你的等級 然後等級升上去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一個寶箱這樣子哦 那你有寶箱的話 你就可以抽到 就是可以拿去抽一些就是比較好的東西 像我們這邊任務的部分的話 主要任務這邊是會有告訴你就是 要怎麼就是去拿東西 試著獲得鑰匙的話 就必須要打一下這個 2v2的隊伍對決了哦 來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做噩夢好不好 那這款遊戲的協同模式的話 就是2v2模式 他跟骰子戰爭比較不一樣 就是骰子戰爭是兩個一起打 NPC的這個BOSS 就是敵人 然後像這個的話 2v2就是像我們就是皇室戰爭一樣 是去打就是真正的對面的2v2的玩家 所以這個真的會非常非常的困難哦 那他裡面的話 配置2v2就是我們自己先派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換自己的隊友 所以這個的搭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就是可能要想說 這回合不是換你出 那你要出什麼東西 然後你跟隊友的搭配也是很重要哦 然後這邊看到nex 就是我們這一回合是我們這邊 我們自己先出兵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就會先出著 然後後來的話下一回合就是他 所以我們這一回合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像我們這一回合的話 可以先雷個費用啊 或是幹嘛之類的哦 那初始的話都是事實啊 都是事實 那其實大家的那個正法都不太一樣哦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有跟朋友一起玩的話 應該也是很不錯 就是你可以跟他打一些 就是不錯的一些combo啊 或是一些就是搭配 我覺得跟閃子戰爭 又是一個不一樣的一種就是玩法的東西哦 像現在我都習慣就是 他的回合的時候 我會先來累一下費用 你們看到 我這邊都會存費 然後到我的回合的時候呢 我就會先就是 叫一些閃子多一點閃子出來這樣子 但這個 這個2P模式說真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贏過半場好不好 真的 我到現在這個2P模式 我還沒有贏過半場 這是比較尷尬的部分 哦他剛剛是不是 他對面是不是有殺口骰 他直接消掉我一個那個 夭壽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升一下 紅色的紅色軍團 讓我們紅色軍團的這個威力 再更大一點點哦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輸掉 這個真的很難耶 2v2我是真的完全沒有贏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面可以這麼強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都是比較偏向先打那個1v1 然後到時候1v1打完之後 我們再去就是 再去 然後更多的骰子之後再打這個2v2 因為這個2v2說真的 他不是一個人的遊戲 這個真的蠻難的哦 真的真的蠻難的 那如果大家有就是已經玩這款遊戲 已經玩一段時間 因為他是 12月20號剛出的遊戲 如果你已經玩了一段時間的話 那你是2v2的這個高級能手的話 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 你們究竟會怎麼打一下 我們這個2v2的這個模式哦 那我們第一次的守護者已經被打出來了 這個的話呢 2v2的這個模式的話 守護者哦 是會有兩次的哦 所以大家有兩次的機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守護者算是一個還蠻 蠻好去翻盤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很關鍵的哦 我先升一下這個 哦好恐怖很緊張耶 這個時候我應該 可以繼續再累一下費用吧 那最多的話 好像是NAX一次加120嘛 這個也是很重要 你不能就是一直去 升你的小兵 你要來加一下我們這個 SP好不好 這個相信大家都一定一定理解 但我們現在這一批過去的話 他有可能會直接被他弄爆 但他接下來他的那個大兵要出來 有沒有看到 他的這個大大型的這個防護塔 也來了好不好 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贏一場啦 我到目前來說是還沒有贏過半場 這比較尷尬一點點 所以這個模式 這個遊戲說真的 他就是一個 P的 骰子戰爭角色Q版的這個IP 然後再重新 誕生的一款新遊戲 我是覺得真的是 挺好玩的哦 尤其是你如果有一些就是骰子戰爭的那種概念的話 你會 你會更愛他 因為你就會覺得 哇 這些骰子都是我們 以前 很常見到的有沒有 就很可愛 然後你就會 哇 很想要知道他究竟 每一個骰子究竟就是長大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比如說我就很想要看一下 核彈骰子啊 或是我們就是那個 其他那個什麼高能骰子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樣子 就還蠻酷的 我們現在算是手做一波了哦 如果我們如果在中間這部分先把他那大隻的機甲先幹掉的話 我們應該就更有優勢了好不好 但這遊戲說真的 目前來說我還不太知道 究竟要如何的就是去打出更高的一個成績 這比較麻煩 哇 這邊怎麼辦 你看這邊一整排有沒有 我們就守不住了 這就變成他的那個世界了有沒有 然後我們的隊友好像是比較 用這個盾兵世界的哦 就是比較多盾兵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待會還會有第二隻大隻的對大隻的出來 然後我們要看一下該怎麼辦了 我這個到現在都還沒有贏過一場 還沒有贏過一場的這個 雙人雙人比賽 好不好超扯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一個很滾雪球的遊戲 但我也不知道啊 我明明就也有升啊 但是我就是打不贏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打不贏好扯哦 究竟對面是怎麼贏的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很會玩我們這個2v2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 究竟要怎麼贏過他們哦哦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的東西 就是今天是12月27號 那我是凌晨的時候錄的 今天會有一個更新 大家覺得這款遊戲就是因為 剛剛我們看到我們2v2如果輸掉的話 我們就拿不到鑰匙 那他今天好像會改版更新 就會更新成就是你就算輸掉 你還是可以拿到鑰匙 所以你就可以繼續乾了 要不然像我們這樣一直打一直打 我們都拿不到鑰匙 那其實 對大家來說是一個 就是空手無歸的一個東西啊 那這邊大家 基本上公司應該是已經聽到大家的這個聲音了 所以今天好像決定就是要把這個改成就是 你就算失敗也是可以拿到鑰匙 你就可以就是就算輸了 你可以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 然後把鑰匙拿滿之後 你就可以開這個鑰匙 那你的角色就會越變越厲害了哦 那這款遊戲我討論之後 也會再找時間繼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如果你們有玩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是用哪些骰匙 然後什麼樣的搭配會更厲害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討論 來玩一下我們這個全新的 Uden Dice Wars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骰匙戰爭的那個 骰匙骰匙大戰爭嗎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好不好 都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片台見囉 大家掰掰啦 crawl Les勾到你 你 做啟用